传递真诚的声音 传递真诚的声音 谁知道什么 做了什么 为什么 结果就在面对面 有人认为就是说金先生 您根本就不可能去做一个博士生导师 我说我希望不好 我自己努力念书 您当时怎么考虑呢 也许会对自己不利 或者会产生一些负面的议论 学生很欢迎的 我每次去讲课 一个课是讲课 人家有三千人 他就要翻分票子 但现在有人把您这个小说 跟《红楼梦》并列起来 有红学 现在有人提出来要搞经学 人家问我 我觉得是不敢当经学这个字 太夸张了 现在有个小学课本了 节选了您的作品 您赞同吗 培养他一种正义感 智慧感 那很好 为什么不好 金庸 本名扎梁庸 1924年出生 1955年 开始武侠小说创作 1959年 创办香港名报 1999年 受聘担任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院长 2004年年底 辞去该职 引起学术界的激烈讨论 这是香港明和集团的办公室 这间公司的创办人 就是金庸 从16年前卸任明报社长职务之后 除了查阅资料和会见记者 他平时很少回到办公室办公 2004年 年底 金庸辞掉了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院长的职务 此后 他一直推辞各种社会活动 静心等待去英国建桥大学 研习历史 面对面记者近日在这里 对金庸先生进行了专访 您觉得他们会把你当作一个 普通的学生来看待吗 你怎么去学 这个文学不是很难的 他现在学校教授会全部通过 很多都常常通不过 结果因为建家的校长看了我 陆顶记的英文翻译他喜欢 所以他就接着去出任这个事情 为什么一定要去呢 因为学问不好 我们再去到外边 外边在年纪上学问好一点了 不认识比人家好 比自己好一点 您去那能学什么呢 我学历史 学考古 学世界史 那以张先生您的学问 您的声望 谁能教你 有的 有的 我们的声望一定有的 可以教我们的 1999年 作为知名作家 金庸正式受聘成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 第二年 他又获得了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资格 开始招收隋唐士 中西交通士等专业的博士生 2003年秋季 金庸招到了首批三名博士生 从金庸踏入学术圈的那一天起 一些学术界人士 就不断质疑他的学术水准和任职资格 2004年年底 伴随着一片争议声 金庸向校方提出了辞呈 为什么不做了呢 当时准备要去英国念书 所以浙江大学就实质不干了 但是您辞职的决定 相对于这个决定来说 就来的有点突然了 为什么突然会提出我不干了 我辞职 那么他们都做了五年了 已经有交代了 也过得去对他都记得了 张庆生先生在做 做浙大的党委书记 他跟我一个约定 他说你喜欢来就来 不喜欢来就不来 身体好就来 身体并不太好就不用来了 我说我80岁了 年纪太大了 不能教书了 他说你来讲讲课就可以 你不喜欢来就不来 实际上我当人文学院院长 那个学校就给我派一个常务副院长 他说你这些行政工作 全部叫常务副院长做好了 那你完全不用管了 那你就 第一挂个名 我这个名气他就对他这大有好处 因为我们请金庸来当人文学院院长 他在其他的各种工业的院院长 都请了很多很多 后学院院士 工人学院院士来当 所以请起来容易了 结果他这大的 所以差不多所有院长都是中国第一流的学者 但是这样可能人家认为名不符实啊 你有时间去吗 你有时间去管理做院长的工作吗 没有 当然讲究的条件 就是并不需要所有工作全部做 行政工作根本不做 去的话也更讲讲大课 我们人文学院有七个系啊 就中文 历史 哲学 中国哲学 外国哲学 这些我懂的 我可以跟学生讲课的 新闻 我办过报纸这样就 那也可以 新闻 艺术我也可以说 也懂的 还有国际关系 还有社会学 我说这个社会学我不懂 国际关系 我已经念国际法 所以也懂的 你六个系 七个系 六个系我全部懂的 我可以教 所以就认为学院院长应该有资格做 您当时怎么考虑呢 也许会对自己不利 或者会产生一些负面的议论 这负面议论 我觉得学校 学校同事很欢迎的 学生很欢迎的 我每次去讲课 这个课是讲课 最七个人 人家有三千人 他就要翻分票子 所以我每次讲课 我自己都欢迎得不得了 这个院长一点问题没有 学生还没有毕业 你怎么能离开呢 这个不能接下来 他们这个阶段就 就交给这个 几个服务院长带了 这个他们也同意的 但是人家是初年去的 对 实际上我还是 同心知道他们的 嗯 他们这个不是论文什么 我将来还是给你看 嗯 所以你也会自成为经营的学生 我也承认的 也有媒体报道说 您批评学生 没有这个事情 这个 我的学生 我觉得这大学生的 这个人学生很热情 对我很好 我觉得现在这个媒体 中国的媒体 在他们逗漏 他是 桃花岛 要跟金融建个同乡 我已经到了桃花岛 来在 在 举行电机的工作 完全假的 他这么 吓着摇一摇一摇一眼 我没离开过香港 嗯 这么导致 我这个媒体 招摇 所以 你说我批评 说你的学生不好 也是招摇 嗯 把两节都拼在一起 媒体怎么可以 这么想 我说 我做媒体的时候 我 这样招摇 你 你这个学生 这个记者 支持 明天马上开吐 嗯 对 京先生 因为这件事情啊 引发的这个 评论和批评啊 还有比 就更尖锐的 嗯 有人认为金先生您根本就不可能去做一个博士生导师 你讲我不好就不好 我承认我不能在自己学问很好 比你学问更加好 我说我学问不好我自己努力念书 念到学问可以勉强可以去做教授就做教授 还会继续招新的博士生吗 我现在我没有做道师 金庸1924年出生在浙江海宁的一个家学传统深厚的商人家庭 他的家庭和著名诗人徐志摩还有姻亲关系 八岁那年刚刚读书认词的金庸开始着迷于武侠小说中的江湖故事 而他此时的理想却是当一名外交官 1944年抗战的最后阶段 金庸考入国民政府的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 就读期间因为看不惯国民党职业学生在学校里横行霸道 金庸打抱不平被校方勒令退学 抗战胜利以后 他凭着自己的英语和法律特长 在报馆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您当时的理想是做一个报纸吗 是做报人吗 是啊 我本来在杭州报馆 《东南日报》做新闻记者 后来做国际新闻的翻译 大公报早考做国际新闻翻译 那么我想大公报比杭州这个小报纸好得多了 那么我就去投考 结果考取了 在上海大公报工作 怎么来到香港啊 解放显示 1948年在这里成立大公报分公司 从上海 我从上海派过来到这里来工作 那来到香港以后做什么呢 在香港就做新闻的翻译 好像路透社 发行社 美林社 核总社 这些外国的电信 拿来 翻翻中文 包装登出来 那这个职业对你有什么吸引力呢 为什么喜欢当记者 我本身是喜欢文学的 是喜欢文字工作的 那喜欢文字工作应该当作家呀 作家没在用意的 作记者容易的了 记者就进去打工 他给你有没有薪水 这个工作就固定了 作家你写了文章 人家被你给你发表了 发表这也被你给你搞费 作家工作很辛苦的 1948年年底 24岁的金庸 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 身无分文走乡江的金庸 从此就得靠自己的双手 大拼天下 新中国界立初期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外交官之梦 为此金庸曾毅然告别爱妻 北上京都再敲外交官之门 但现在在您的经历当中啊 还有一个谜 就大家认为 您原来是想当外交官的 是啊 当外交官呢 那时候外交部副部长 乔冠娃 周总理这个住所 他跟我在香港认识的 他们是他们邀请我去的 邀请乔冠娃就不了解了 但我跟他见了面子 他就跟我讲 你这个畜生不好就不是共产党员 不是共产党员到外交部 走外交官呢 好像不大于前途的 要过去叫人民大学 再重新 再入党 再做了党员 再到外交部做更好 但我当时觉得 入党呢 我想我知道 我当时很尊敬共产党 我想你们的特定纪律 什么都亏据和严格 我必须要尊敬共产党的指挥 我这个人过性很自由散漫的 文人的性格 服务激烈不大做得到的 我跟中学大学 跟学校开除好多次 因为觉得不受纪律 我想我说 给大学开除之后 这个医生没前途了 但我就不住了 所以我就外交官不住了 怎么开始写这个武侠小说呢 武侠小说在 那是《大公报》里有个晚报 叫做新晚报 本来我一个同事 叫梁宇生 梁宇生也下武侠小说 他起初写 写得很成功的 后来他写了几部 慢慢觉得疲倦了 他不写了 不写 那个总比起义 要我接上去 那就用了写 我一写第一部 苏基恩错误 一写就很成功 他看中你哪一点呢 还是你自己有展示了 这个 我看中了文字好 大概 我平时跟他谈 武侠小说很懂 那么我一写就成功 成功 就 这个报纸销售也增加了 后来我自己也不信心了 我这个小说 可以得到多少欢迎 1955年 金庸偶实身手 写出了第一部武侠小说 《书见恩仇录》 一举成名 金庸作为一个神话 由此诞生了 接着 雪山飞虎已出 全城争赌 《射雕英雄传》 更被视为 新武侠小说的代表作 当时金庸 和另外两位 武侠小说作家 梁宇生 百建堂主 并成三剑客 但是就在金庸的小说创作 进入高峰期的时候 他却在1959年 离开了《大公报》 自办了一份取名叫 《明报》的报纸 什么情况下想起来 我要了单独办一份报纸 这个时候在《大公报》工作 一段时候觉得 当《大公报》领导的人 老家谎话 大跃进的时候 谋财 三万斤 四万斤 我说不可能 这个事情 是假的 假的 你给他当面提出来吗 提出来的 他说你这样做 你假的 你要就不做 你要在我们这做 觉得非这样做不可 我觉得心里很气愤 所以我后来 自己办一份小小的报纸 但是你自己要办一个报纸 这是同样是有很大的风险 当然 资金从哪来啊 能不能成功啊 是啊 这个有困难的 我跟我个同学 两个一起办的 做什么事情 做人就冒险了啊 关钱啦 关账 这个 我另外一个同学 我高中的同学 在香港碰到的 我们两个一起合作 办这个报纸 我专这个大口纹 它小小口纹 那办一份什么样的报纸呢 当时有明确的目标吗 报纸叫做明报 明报很小的 一个小型的报纸 当时销售也不大的 但是您自己去办一个报纸 这对你写作不是有影响吗 哪还有时间来专心来写作 写作又写 办报纸又办 到后来 我这报纸 再写一批社评 所以 越写小说 越写社评 越办报纸 当时工作很辛苦的 那年纪要轻微 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三十几岁 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把这些小说 写出来的 明天的报纸就要登 我今天哪有时间写 是啊 我怎么能憋得出来 所以我写小说 我今天下午写 到晚上就再报观写一批社评 写社评就很紧张了 以前不是电脑了 有这个牌子工人拿 一个个签字来排的 所以这些牌子工人 等在我面前 扎线好了没有 我写一张 他就拿去 就排了 另外 写一批社评 我写两张 两张稿子 在第一张写好 他就拿去 我说我再看一看 要改一改 他等我排好中 你再改吧 所以很紧张的 他被语为一代武侠小说宗师 他的作品 五十年风靡华人世界 功成名就 改弦一执 他当起了大学教授 去引来一片争议 中国哲学外国哲学 这些我们懂得 我们可以跟学生讲课的 新闻我们办过报纸 这样久一点也可以 新闻意识 我们也可以是 懂的 八十一岁高龄 远赴英伦 又重新当起了学生 为什么一定要去呢 因为学问不好 我们再去 到去外边 我们还比在 年年时候 学问好一点 在竞争激烈的香港传媒界 没有任何背景的金庸自立门户 很多人都认为 不出一年半载 明报就会关门大吉 但金庸凭着他犀利的 时事评论和新武侠小说 使明报得以正常的运行发展 那大家可能问 扎先生 您写作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第一就是工作需要 第二我自己有限制写 那创作总是需要灵感的 我怎么写这个东西啊 灵感从哪来啊 我这个写五千小站 又是睡在哪里 不是马上睡着 有些空想一下 但是你要构思一部小说的时候 你这个结构 你这些人物 他必须要有来源 你要有很清晰的 是啊 我是个一个 自己一个原则 就已经写过的 结构故事 已经写过一次 第二次不写了 这些人物 大大自在一个人物 已经写过了就 第二次不写了 好像设定英雄战这个主角 顾敬 有点比较傻傻的 有点很 并不聪明的 这种人写过一次 第二次不写了 但是您本人并不会武功啊 是啊 您对江湖上的事 以您的经历来说 也不应该是了解特别多 不懂啊 大家生活看 看这些小说看得多了 在这里五千小说看得多 这些小说里面有武功 而且中国 中国关于武功的书很多的 你去找的话 几几八笨都找到 少林派的武当派的 各种各种大派 这些武学都有 在这些武功 记录不够的话 自己再创造一点 自己想象一点 上海潇 滔滔两岸潮 包尘水浪 几几明朝 你这小说中间 有没有原型呢 原型啊 原型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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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不觉这个 收到这个 还有中国传统 水浮啊 三国也有 红罗蒙这些 见解的 不知不觉的影响一定有的 但是并不是超他们的 写这种书的时候 您感到快乐吗 您自己会进到 小说那个情节里吗 是啊 我进去 也快乐 苏仲人遭遇不好的时候 也很悲伤 我自己也流眼泪 都有的 都有自己感动 这跟您个人的性格 有关系没有 跟您的生活 有联系没有 生活联系不上 我有些人 只能够说 我有这么 希望的 好像 苏仲那些 酒量好的不对了 喝千杯不对 只是让我酒量不好 不会喝酒 所以我就 好像一定要发泄一下 希望有这样的人可以 喝酒 一人喝下去 大杯大杯喝多 喝不醉 好像无耸这样子 但是可能就是 读你小说的朋友 都可能会要追本溯源 所以为什么是金先生 把武侠小说写成这样 就是您的经历 您所受的教育 哪一点会造就您 我完全想象的 那好像 好像受到英雄传 我先蒙古大幕 但我以前 蒙古根本没去过 一直到1982年 我见到邓小平 他真的到中国去 游里游里 你希望哪里去 那么我 我先因为 苏仲仲写到新疆 写到蒙古 这些地方 我从来没去过 然后我就去 没去过地方 我就去一下 而且天龙八卜写大理 雲南大理 我从来没去过 在大理一直邀请我去 他还给我送一个 名誉市名 大理市 但现在大家都 称卡先生是大侠 大家都在揣摩 到底哪一位 跟您自己最像 其实 其实 谈不上最像 我只能说 好像 天龙八卜 丹宇啊 我在 林武冲 只能说 希望做到 做到的 这种个性 这种个性 做不到的 好像 丹宇就 无所谓 什么成功 无所谓 地位高也好 地位低也好 我追究个女人 追究得到也好 追究不到也好 就算数了 林武冲就 小小沙沙的 你给我 做大观也好 做小兵也好 没所谓 这种 温贤无贵 言为心生嘛 总归是跟自己的性格 或自己的性情 有某种关联 这种 我只能不能说 自我的性格 这样子 自我的希望的性格 这样子 好像 一天总工记 我写一个 张无忌 他 人家对他不起 他也无所谓 不在乎 金庸小说 取得成功的同时 明报 也逐渐壮大了下来 金庸右手写小说 左手写社评 明报影响力 和发行量迅速破大 逐渐成为 香港本地 主流媒体 1972年 就在自己武侠作品 如日中天的时候 金庸却停止了 小说的创作 为什么会封闭呢 故事 我想不到新的故事了 所以我写了 对接差不多 我就不写了 说停 怎么就停得下来 写了实际上 社务部了 社务部小说 一个作家的话 也不少了 是 就一个作家 个人来说 肯定是不少了 但是您当时的五小小说 仍然很受欢迎 说停就能停下来 五小小说对于我们 虽然都在欢迎 但是我自己的生命 我不能为了你们 欣赏我自己的生命 当时的生活 我觉得最好 我们就在念念书 再就就学问 这个我自己 自己需要的 我自己希望的 封闭之后 金庸把近二十年来 所写的武侠小说 竹字竹句的修改 经过十年的修订 一套十五种共三十六册 金庸武侠小说全集 终于出版完毕 金庸作品 竟用真实的中国历史故事 融合了一些古典小说的传统 又能自出一格 射雕英雄传 笑傲江湖 陆鼎记等十余部长篇小说 发行量已于一则 无论是政府要员 学者精英 还是普通民众 金庸民层出不穷 很少有一个作家的作品 能像金庸的武侠小说那样 受到各阶层读者的欢迎 奇特的金庸现象 也引发了海内外 所谓金学的腾勃兴起 一些学者 开始对金庸作品的内涵 展开了挖掘和阐释 那您的读者有什么希望吗 您希望他们 怎么来看你的小说呢 所以我看我的小说 我希望你住的是非观念 生活上有不合理的事情 你背面也吃手去 纠正很困难 但你至少心里觉得 这个是坏人 这个是好人 你这个领导在贪污 在欺负人 你心里觉得 这个领导要不得 你背面也能够去告发他 或者去打击他 但你觉得 大家都认为 这个领导要不得 这个领导就不惨了 但现在有人把您这个小说啊 跟《红楼梦》并列起来 有红学 现在有人提出来要搞经学 人家问我 我就是不敢当经学这个字 太夸张了 不要用 你研究我的小说 我很欢迎的 研究小说 实际上开很多会 不过他们的研究 这些都是学者 一叫金雄 我说他们就开什么叫金雄会议 什么我就不赞成 所以在美国开这个会 它不叫金雄会议 它叫现代小说与金雄作品 这样子研究的 那您眼中的俗和雅的界限在哪呢 俗和雅我就没界限 我说任何作品 艺术作品一定要俗 一定要跟人民大众接受 这就是毛主席的意见 这一点很同意 它主张是 文艺一定要为工农病服务 你说因为工农病 接受之后就熟了 只有你文文学的大学教授同意的 这个就压了 我就不赞成这个讲法 您希望读者怎么样去读你的小说呢 是作为消遣 还是作为一个纯文学的作品 文学作品也可以消遣的 我觉得两两个并不冲透的 而且我们看战争与和平 托尔斯泰尔那些红楼梦 这些一方面也在消遣 一方面也在看红楼梦 这些 好的小说 又可以写人性 我的写 描写很深刻 这个就是文学作品了 那现在又有小学课本了 节选了您的作品 您赞同吗 是中学的口外多屋 现在人民教育出版主在出 他来问我 问要不要给稿费 我说送给你们不要 我这个作品 你选的这一段跟中学的念念没有还是什么 培养他一种正义感 智费感 那很好 一生不好 我这个文字 在中国就不知道 至少在外国 所谓的中国 全华侨 他们离开中文了 只因为中国的小说 所以 很多家长信心给我 我这个孩子 到了美国 到了英国 到了法国 中文完全断绝了 因为看那些小说 还有一些保留的中文 他们这些小孩子有这些信心给我 他金伯伯 我金爷爷 他说我们看你的小说长大 所以我对中文还是懂一点 觉得也靠你这个小说 我觉得 对于至少 在世界上流播 传播 中国文化 还是有点贡献 有点功劳 现在新加坡 教科学 包括这个小说 《学生废物》 《书记恩仇》 正是列着这个 中学小学课本 我想 他属于选顺 《书记恩仇》 因为《书记恩仇》 讲民宿团结 讲 我们汉书跟维州 要大家无相亲爱 要和平共处 在新加坡的一个 一个都种族的社会 他跟中国人 跟维教的人 很多 很多马来西亚维教的 和平 他选择给《书记恩仇》 有个鼓吹 和平共处 不要无相斗争 无相摆彻 我觉得这个 对民族团结 这些贡献也是好的 但是也有些家长 可能觉得 看您的《书记恩仇》小说 就是看玩儿的书 他们担心会耽误正规的学业 担心小孩子学不到好的东西 这些家长 他家长自己也看了 家长自己也看了 但这个家长没用 他的小孩子照着看了 照英国社会部 小子全部看着滚挂赖书 那家长问他 他全部达得出那些老师 就叫学上不要看 但是你没用 他早就看了 那担不担心会给孩子带来负面的影响呢 大人看了他可能有叛变的能力 到现在为止 我想不会 威业的落顶记可能 落顶记讲个威小宝 是一个小玩动 做很多坏事 所以这不说 所以我认为小孩子可能 看了不太好 不要学他的 但是还是讲中国人讲义气的 就是朋友不能够背叛 要朋友自己的 要争争争争争争 对朋友要 要将朋友一起 要的 荣儿 你还剩我的气 我真不把他带来 不把他寂寞 我要你们 把一至九 九个数目次 放在那个方格里 六八围组 往右下那格扔六个 左下那格扔八个 左三右七 三个在左边中间一格 七个在右边中间那格 八十年代初 金庸的作品刚进入内地 便受到了大批读者的追捧 他的武侠小说在两岸三地 不断被改编为电影 电视剧 舞台剧 乃至计算机游戏 一九八九年五月 在明报创刊三十周年之际 金庸下决心淡出江湖 他卸任了明报社长职务 此后 金庸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投入到和他的作品相关的 学术和文化活动中 许多人认为 正是他自己为持续的金庸热 推波助澜 那您的小说本来就是一个虚构的文学作品 那么现在很多人愿意把您这些虚构的东西现实化 什么宝剑 什么论剑 但我看您也出席这些活动 这样现实化会带来什么样的作用呢 会是积极的吗 这个我并不是提倡不提倡 他们喜欢高这些活动 我觉得也没什么害处 至少我这个小时候 我自己觉得有正面中用 因为中国社会呢 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 我觉得中国社会 有个大家对道德不大注意 对朋友一起不大注意 好像爸爸妈妈也不尊重 对老师也不尊重 但我这个小时候 至少对父母亲要尊重 对老师要尊重 对朋友要讲道理 对爱人不要背叛 这种观念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近年金庸的个人兴趣 已经转到了教育和文化领域 他在内地的一些高校设立基金 资助贫困生 赞助学术活动 而且展开了对中国历史的再研究 同时金庸也得到了一些教育学术机构的认可 他先后获得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南开大学等知名学府的名誉教授头写 而封闭至今金庸一直都没有新的小说作品问世 那封闭之后 您就没有再创作的欲望吗 没有手养的时候吗 我现在在研究学问 怎么将来写不写不中国历史 我的想法就是 中国历史所以发展 中国国家所以强大 所以伟大 因为我们各个民族大家团结融合在一起 这个五湖 五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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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们历史中都讲到五湖南华是不好的 但我个人觉得五湖南华也好 中国本来一个很稳弱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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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慢慢也孵化了起的一个民族 但是始终匈奴先被这些外来民族清了之后 跟汉州结合起来之后 我们这个有汉州有唐朝 这个这个又兴旺起来 这个修业中间有了这个外来的民族之后 大家团结 我们整个民族就分化起来 有清晨力量出来了 那毕竟五湖小说给您带来巨大的声誉 说断就断了 说不写我就不写了 还是我已经再写不出比以前更好的东西来 我已经写不出 将来如果再有空的时候 或者想到一些 好的题材 可能在下午也可能 可能都在 那年纪大的写得都不好了 那哪有没有办法了 那去英国什么时候成行 6月份也去了 6月22号有个艺术 一艺术政策 政策给我这个文学 您觉得你的心态能回到当学生的成功吗 我一直希望 到了那个大丸心中间 我也会当学生 自己好好地研究 我英文不够好 那么在学的英文也好 好 祝你一切顺利 谢谢你 谢谢啊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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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个爱管闲事的农民 他几次将当地政府告上法庭 他以个人名义把公益广告登上了人民日报 面对面 王志专访杭州市约航区农民 陈法庭 那您坐在台上 您担不担心这种争吵会影响到自己的威信 用这个雄变滔滔的方法说出来 这个是我觉得好事 那么让老百姓自己选择 但是您为什么要做这个想法呢 我一定要参加这个直选 你想给大家做一个榜样还是 我做了这么多年 开始是委任里面 后来是选举委员会 那么我从来没有机会问一问香港的选民 你是不是要犯循理 他继续下去 就给女儿捐肾这件事情 大家都挺感动 但是你告诉大家 这很平常 我也相信每一个母亲可能都会这么做 当时是唯一的选择 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就到内地去买肾 那么这个我没有考虑过 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大好 应该自己的事情自己来做 在交流中探寻 在探寻中求证 与人物为伴 和新闻同行 长篇人物专访节目 面对面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周六中日二十点时分 与您真诚面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